把门一滴一滴的泪收集起来 煎熬成汤 在他们离开人间 走上那颗桥头的时候 让他们喝下去 望学活着时的爱恨行仇 干干净净 重新进入六道 或为仙 或为人 或为处 不是每个人都会心甘情愿 你喝下梦活汤 因为这一生 总会有爱过的人 不想忘却 梦活会告诉他 你为他一生所流的泪 都熬成了这碗汤 喝下它 就是喝下了你对他的爱 就是喝下了你对他的爱 来的人 如出声音 喝过梦活汤 能忘掉尘世间的苦与愁 哀与乐 只要喝了他的汤药 前世今生的修愿 便会忘得干干净净 来世 来世从心为人 天卦之人 痛恨之 人 来生都将 形同 末路 这种 让人 相见 但不是这 这汤 就叫做梦活汤 人死后去 阴间的过程 第七 关 奈何 桥 关于此桥 存在两种流行的说法 一种叫做奈何桥 另一种叫做奈何桥 过奈何桥 喉 一去 不回 喉 桥分三层 上层红 中层玄黄 最下层乃黑色 欲下层欲窄 欲家凶险无比 生实行善事的走上层 善恶兼伴的人走中层 行恶的人就走下层 和里面竟是不得投胎的孤魂 人也鬼 那些溺水而死的鬼魂 总是在桥梁上下或左右桥头 为自己寻找替身